三星视为旗舰机市场救世主的S8 在美国纽约今天正式发表 为了要弥补Note 7的大尺寸产品限控缺 三星一口气推出5.8寸的S8 以及6.2寸的S8 Plus 还一口气把荧幕占比提高到83%以上 让整只手机看起来仿佛无边框一样 S8系列也首度搭载人工智慧语音秘书 还让镜头变得更加聪明 开启镜头对准纽约的地标 会马上显示相关的资讯或是附近的餐厅 请看特派记者范玉珍 黄艳章 来自于纽约的实测报道 延伸到天际的巨型萤幕 秀出几乎无边框的三星双旗舰新机 S8跟S8 Plus全场响起 惊艳欢呼 三星最新的旗舰手机S8 现在小侄帮大家拿到的是最新推出的蓝色版 要来进行实测 到底它跟前一代有什么不同呢 相信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一支呢 是过去所推出的S7 Edge 它是5.5寸的荧幕 现在最新的S8是5.8寸的荧幕 明明荧幕变得更大 但是我们把两支叠在一起来看 会发现居然它的机身比前一代的手机还要小 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把荧幕摊开来就可以清楚的发现 过去下方有黑霸 上面搭载的是实体轰件 但是在现在S上面 我们取消了实体的轰件 这个荧幕看起来更宽了 而且过去的荧幕占比是大概有70% 但是S8的荧幕占比却高达了83%以上 也成为三星有史以来荧幕占比最高的智慧手机 用18.5比9的长型荧幕看影片 不管是鲜艳珊瑚或是小丑鱼 海底世界变得更加辽阔 在照相功能方面呢 虽然这次S8的后镜头是1200万画素并没有提高 但是前镜头却从过去的500万提高到了800万画素 而且在内建就有很多好玩的功能哦 像是现在呢我要自拍 我发现旁边有一个可爱的卡通图案 我随便点选一个小兔子 他叫我张开我的嘴巴 阿妈妈妈妈 我就可以现场来吃红萝卜罗 除了内建数十种卡哇伊特效 自动对焦800万画素的前镜头 让你就算是三个人挤在一起玩吹泡泡 特效也能精准捕捉脸部套用 但是更吸睛的是全新的人工智慧助理Bixby Meet Bixby 我们把视频建立了智慧智力 所以我们看到的 镜头对着纽约运斗大楼 马上跳出地址资讯跟周遭餐厅 看到喜欢的单车只要拍一下 还会自动连上购物网站 Ace 8也是全球首款 把红膜辨识运用在行动支付的智慧手机 主打商务的功能 Ace 8还可以让你在很暖的时间之内 就把手机变成桌上型的电脑 来看到旁边有一个行动工作站 我把我的手机插上去结合之后 大概等待大约五秒钟的时间 手机按掉 但是旁边的荧幕会逐渐显示三星Dex 在这个时候我用我的花束点亮下 在下方的icon点进去 就会发现这里头是我手机的界面 我马上就可以拖到桌面来 进行我要做任何的APP选项 不管是制作PowerPoint 或是拍照收集图 利用行动工作站手机一秒变桌机 在大萤幕上更好操作 被视为救世主背水一站的Ace 8 让三星际雨高度厚望 除了保证新旗舰机强调安全品质与工艺 更进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行销计划 三星不只是大手笔包下林肯中心举办千人记者会 在世代广场这里来看到三星是一口气租下了两旁十多面的电子看板 巨大的鲸鱼在里头熬游 要强调的就是Ace 8的无边框工艺 看着每天到纽约时代广场的旅客高达三四十万人 三星光是这场全球记者会跟行销 就砸下了上亿元的重本 而近期各家旗舰新机打PK 萤幕三星SA5.8寸较大 解析度也略胜一筹 颜色华为P10 有金绿蓝等六种较多 主镜头华为两千万画素较高 辨持容量LG G6 三千三百毫安培较大 特色方面SA主打无边框 华为强调莱卡相机 LG G6则是全球第一支 一幕十八笔九的手机 Node 7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但现在我看到Galaxy S8 我看到人们的反应 我看到Samsung的知识 以防止这些发生的发生 我认为他们可以 绝对客户的信心 马亚社会有三个技术 最后先不要发动转身 今年以台湾市场来看 至少在第三季以前 我想S8是一个相当受期待的机枣 去年的时候其实 因为Node 7的关系 所以我们相信有续积了一些 三星的用户的始终的用户 我们相信在这次S8应该会把这群用户 把它推挤出来 相较过去的旗舰新机 注重的是追求酷炫的功能 这次三星的态度转为低调 转而使用相当保守的包括像是 扩大荧幕的占比 还有更先进制成的处理器 以及AI人工智慧语音助理 还有安全检测等等 在旗舰市场要重新出发的三星 就盼这些实用的功能能够确切打中 消费者的心 以上是非凡新闻记者 范英宗 黄艳章 在美国纽约的直集报道